幸福好时光 我刚刚话讲到一半 第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AI来了 教育跟不上 那我们到底要学会什么 当然基本的很多科目 你也还是要懂它的逻辑 但是未来学什么才有用 或学什么真的用得上 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要在时间里面 静静的等待 或者是静静的思索 那么第二件事是我认为 现在一个孩子最重要的就是 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 就不管这世界怎么纷乱 你要活得有自己的样子 有自己的天空 这才是很重要的 好我们今天的来宾 已经到我面前来了 她是女演员刘倩文 倩文你好 戴柔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大家好 我刚刚问她说五年前 是五年前 是五年前2019 是你跟蔡奇华老师一起来 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那那时候我就说 可不可以请这个时报出版 就等你作品够了之后出一本书 那果然呢 出了 可是已经过了五年了 对啊 其实这个旅行很不容易 首先要谢谢淡如姐 如果不是你就没有这本书 而且你还帮我挂名推荐 真的非常感谢 而且你是从那个时候慢慢的 就当时也有一些作品 但是要出书很多作品 也还是要筛检 而且足够的数量 对心思而言是很可怕的 对不对 没错没错 就是现在也是八年来 好不容易集结六十首 就是少佐也是有在里面 好那我们大家来 先来认识刘倩文好了 他里面有几首诗 我蛮喜欢的 等一下我们来请他朗诵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诗歌朗诵呢 那我觉得每一首诗歌 都是一个人的一个心事 他愿意要展现给你 然后或许你可以从里面 也听见自己的声音了 那么你现在到台湾来发展 到底有多少年啊 2016到现在就快八年了 所以你刚来的时候 大概是第三年 那个时候你已经 以这个电影阿奇洛 获得东京国际影展的奖项了 对不对 对那是我演艺生涯的 第一个个人奖项 那那个电影是在台湾拍 还是在马来西亚拍的 那是在马泰边境拍的 马来西亚靠近泰国那里 叫鸡打舟 什么样的故事 它是一个关于人口贩卖的故事 所以你该不会是演被贩卖者吧 因为你看起来不像贩子 大家都这样问我 其实我就是贩卖人口那个坏蛋 真的还假的 对我有时觉得其实反派 它的那个发挥的空间比较大 就是也谢谢这一部电影 让我有机会就是问顶 东京一战的奖项 可是反派通常不必长得 就反派你知道 我现在最近 那个仙侠剧看久 反派就是要有反派的脸阿 我其实去年也演了一部 加油喜神TVS也是演反派 就是我觉得有时反派 长得一副就是甜美的样子 会更有反差感 那个冲击会更大这样子 那你是在哪一个得奖作品之中 后来导演说 里面的诗歌或者是词啊 是出于这位女主角之手的 其实就是阿其洛 因为导演是先看到创世纪事刊 他才知道我会写诗 然后阿其洛他很有趣 因为我收到剧本的时候 他是像一个故事那样 他是完全没有对白的 然后我们是在拍摄的前一天 有一个前制作业 大家演员一起读本 我们对白才在那个时候长出来 然后导演才说 那你要不要这时候加一些散文 我那时候除了诗之外 我有一篇散文叫《列车上的女孩》 也是穿插在电影当作旁白 像王家卫导演那种风格 那么后来呢 你这八年在台湾做了什么 你为什么决定要来台湾发展 其实那时候在马来西亚 已经2012演了五年的戏 然后也在一年的贺岁党里面 有两部电影的产出这样 就是在马来西亚来说 他其实算相对饱和了 因为毕竟我们华人也只有20几% 华文真的有限 而且说真的 我平常有看到马来西亚歌手 倒是很少在台湾看到 马来西亚的华人电影 对不对 对啊没错 因为我常常跟大家分享 马来西亚电影的时候 大家就说 哦我有看过小孩不笨 但其实那是新交货的电影 然后对马来西亚人来说 其实是有点难过的 就是没有被看见这件事情 可是因为马来西亚华人 现在是真的越来越少 对不对 虽然我走进去吉隆坡百货公司 我看每一个都是华人啊 但事实上就是他能够的文化艺术的范围是小的 对因为其实3200万人口里面就只有28%左右是华人 你知道早期是有六七十%吗 但华人越生越少 真的马来人越生越多 就是一个家庭都生四个 现在就已经过半是马来人了这样子 不只过半啊快要过四分之三了 对不对 剩下印度跟少数民族真的是比较少 对 所以你决定来台湾发展 有经过什么挣扎吗 我其实那时候很挣扎 要不要放弃我高薪的船只宵夜 那时候我经营了五年 我其实收入都是蛮好的 就是被动是收入 也蛮稳定的 你自己创业吗不是 对我16岁因为家境的关系就办公读 然后自己出来做船只宵夜 我真的看不出来 那你当时你自己的船只宵事业是做什么 我那一个船只宵夜公司它产品可多 就是健康产品啊 然后education就是一些教育的啊 旅游的啊 然后饮水机啊 这些大大小小的也都有 其实也类似一个电商吧 对不对 有点像 而且东西未必是你的 等于是帮别人 还是每一样都是你自己的品牌 不是都是都是那间公司品牌 我们只是负责销售 对那时候因为他的单价比较高 大概就是台币两万多块 然后我那时候16岁嘛 我要销售给我身边这样子十几岁的朋友 其实是有些难度的 所以等于说我必须要把目标客群的年纪提高到 可能出社会工作人士 那代表说我必须要有相对的说服力 因为我我那时候是剪一个我们学校有法径嘛 我就剪一个超短法 就是一看就知道是那个学校的学生 所以等于说我下课之后我是戴上自己换的套主 你讲的人生真的太传奇了 16岁的时候也就是为了要就是挽救自己的家境 那时候我外公就是大厂来默契 然后我爸爸他做生意 就是因为他是厨师 他在新加坡其实是高薪的 但是他回来马来西亚自己开餐厅就赔了一些钱 所以那时候我是长女嘛 就必须要负责一下 那时候16岁怎么算都是高中啊 对不对 对没错 然后就出去假装是这传销公司的高级主管 一出校嘛那个包包里面发的都是高跟鞋 但显然又不是太媚 我记得我现在脚不能穿这么高跟鞋 就是那时候穿太多都走博有路 都一天走很长的时间就是去见客户啊买东西这样子 所以16岁客户看到你你都假装自己26 就是他们不会问我年纪我也不会特别告诉他们的年纪 但如果问的话我还是会老师跟他们说 对那我那时候就是相信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 因为主要是那个也有健康产品 那我外公其实癌症末期他吃了确实是比医生说的寿命多了两年半 所以我自己也介绍的时候很有信心 所以我做第一年我就是top sales了 然后第二年就当讲师 然后第三年我就买自己第一台车子 那时候19岁 还好又不是那个还没有到年龄在路上无照驾驶 没有没有绝对不行绝对不行 所以你最高的收入那时候可以有多少呢 大概20万台币吧一个月 所以你那时候就是已经东京的 那你也是天生会演戏啊 你根本不是科班出身的对不对 我觉得其实传销有帮助到我的演戏 你这个需要很大的演技 从学校出来换高跟险 而且有机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 其实也是生活中的养分我觉得 好所以那你来到台湾也就是说想因为这边有比较多的演艺的机会 那意味着你必须要跟过去的已经辛辛苦苦建立下来的身材之路断绝 对其实那时候我有在考虑要不要继续经营 但就是觉得21岁了嘛 其实也该过自己想要过的人生了 我就觉得好像满身同臭味的样子 想要用艺术来清洗一下 然后就决定当一个全职演员 毅然决然的就跟父母商量 然后就来台湾发展了 那时候家境已经改变了吗 已经改变了然后再还完了 对再还完了 而且我也占了一些钱 然后我就想说把这一笔钱留给我妈妈 因为我不确定说我来台湾会不会有固定的收入 那我想说不能每个月给孝心费 那我就先给一笔大的 让妈妈每个月在里面领钱 你看吧有些人就是很会生小孩生到这种孩子 好这是时报出版的把梦装进行李 那么我们在讲刘建文的故事之前 讲他在台湾到底经过什么样的艰苦岁月之前 请他来自己念这首诗好不好 好 那我来念一下我的诗集 把梦装进行李的同名诗 在梦想枯竭之前打包 至少要有一件雨衣 让文字领我 几千颗日子被压得长长扁扁 仰赖变形的睡眠打捞 我像日出灰棒 枕头从来不是我的垒包 那不属于我的赛道 于是走一条新路 右脚可以是昨日碎时繁星 左脚便是感恩 我敬仰一人不同于万人敬仰 我喜欢枕树 更搜集小数点 把梦装进行李 在梦想成为枕树之前 用勇气打包自己 时间的才华是留下遗憾 而我让遗憾留下诗歌 谢谢 那声音真的好温柔啊 我让你想沉浸下去 继续再听她念些什么 更淡如今学习 那么 好 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了 其实把梦装进行李 大概也是 你来台湾 重新开始面对一个 新的天地的心情吧 没错 也是自己的心路历程 那经过了什么是 因为你其实我觉得你得到这个东京国际影展 得到了那时候是最佳女主角 对不对 她是东京宝石奖 算是最具潜力新演员 最具潜力新演员 当时我也很年轻 虽然你觉得你出社会也已经很久了 不过二十出头 那来这里你又遇到什么呢 我觉得来台湾最大的挑战是 我已经拖着一副打仗五年 残破不堪的躯体 那时候我的身体蛮差的 然后刚好台湾的工时也比较长 所以我记得我拍完 那时候来做什么 就是马上来演戏 对马上来演戏 我那时候第一部就去台东演一个 算是连续剧吧 四十集的叫让爱飞扬 然后演完了 我马上就是肺炎住了五天的医院 因为那时候船只宵夜 每天就只睡两个小时嘛 所以我觉得身体的债总是要还的 你是说之前 对之前 因为你又要读高中 又要去做传销 难怪是会这样的 对那除了身体之外 我觉得最大挑战是口音的部分吧 因为我第一部戏就要演台湾人 所以那时候在台东也没有正英班老师 可以替我上课 我就是每天在房间里面 就是在练我的咬字 不是台语吧 因为台语对你们可能 有些马来西亚人真的语文天才 好会讲台语啥都会 那要看地球 对但语音不一样 所以你以前讲普通话 讲国语是什么口音啊 就有点像这边的原住民这样子了 就是你要喝咖啡没有 就是蛮重的就不太适合 而且又没有朋友 对所以我刚来的时候 因为我只带两万块台币就来台湾了嘛 然后要在台东过四个月 那其实 你把钱全部都留给爸妈啦 我有带两万块 这真的是个好孩子 两万块不算连出国旅费都不够啊 因为我想说我已经接到戏了嘛 我就想说会有第一笔 收入这样子 只是没有想到就是 那笔收入要很晚才会进账 所以这两万块就真的是要 在台东省吃俭用 才有办法过四个月 但好在剧组其实三餐都有便当 那我其实是一个很爱美食的人 但我就觉得说没关系 我就把钱省下来去买书 然后去看电影 然后就是吃剧组的便当这样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就是在台东的成品 遇到蔡奇华老师的 协作吧 你值得被看见 看到这本书 看到这本书 然后它是我在台湾买的第一本书 然后你的梦想其实除了当演员之外 你最想的要出书 而且出自己的诗集 其实我从小就是梦想要当表演者跟文字公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演员刘倩文 讲的是时报出版的他的诗集 来台湾很多年 然后筹划了五年 这本书终于问世了 把梦装进行礼 我们刚刚讲到了蔡奇华老师 你不但口音需要矫正 你也希望有人 你已经挺会写的 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当一个作者呢 其实我从小就是像台湾有国语日报 马来西亚其实就是有大大小小的校内的写作比赛 那我每一年都是全校冠军 那只是后来为了赚钱 就是传职宵夜嘛 就完全就是停笔没有再写了 那其实回归到自己的21岁 我就觉得好像可以重拾自己以前喜欢的东西 那蔡老师他其实那一本写作版值的被看见 是教的是散文 那我那时候其实吉利也是在创作散文 后来我觉得散文真的是花蛮多时间的 因为它的架构必须要架好 然后包括一些细节要讲出来 后来我就更喜欢诗那些不言而喻的 其实那是个性问题 像我们这种啰嗦的人 写散文都很得心应手 写诗的话我们可能跳跃不起来 所以还是个性问题 我其实那时候是觉得战战兢兢啦 很多就是演艺圈其实蛮多东西不能写的 对所以后来写诗就是变成是一个 我比较有办法去唱首预言的语言 因为很多事情不能明写出来嘛 对那他就像一个秘密花园 就是每个走进来的人可能都有闻到不同的香气 因为诗也是这样子 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 那我其实也蛮享受 就是大家看的时候有各自的想法 对我觉得也很棒 因为诗没有什么从古到京都这样 没有什么对或错 没错 因为那句话你可以做多方面的解释 看在谁心里你会有不同的反应 很像化学药剂 投进去会变不同颜色 没错 这就是很棒跟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就写信给蔡老师 对那时候我在messenger敲她 然后我没有说我是一名演员 我就只是说我偶然看到了你的一本书 然后就说我希望可以充实我的笔 那不知道您愿意指导我吗这样 然后那时候蔡老师她就很爽快的就说 好那你把你的东西寄给我看看 蔡老师真是一个好人 对她真的很热心 因为她本来就是老师 对而且她完全没有跟我收费 她就这样子当了我几年的老师 然后每天帮我看我的散文这样 我觉得到现在也还是很感谢她 你要找到这种人不容易 对啊 要找我看我都会觉得说 我现在是要怎样 就是又不能对你说真话 又不能够极度的赞美你 万一你觉得你写的很好了怎么办 那修真话万一我又浇灭 浇习了你怎么办 真的老师就是比较有辅导的方法 而且蔡老师蔡奇华她的规则很谨言 她就是怎么讲 她又讲她的作文法则 事实上她是给你一个叫做 其实那个东西叫做灵感 你可以从哪一个方面 她给你这个 你可以从这里发想 你就不会不知道怎么形容一个事物 没错没错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她跟我说 作者都是从现场逃回来的通报者 我对这件事情跟这一个概念非常的觉得有冲击啊 因为好像说真的这一个画面就只有我一个人看见 那我要如何把这个画面分享给我的读者 分享给我每一位就只看诗就可以了解我当时候心情的一些读者 好我们先来念我刚刚说这个应该是你台湾的心情吧 写给除夕 结果你说这是你的第一首诗 没错 所以离现在也蛮久了 你是来台湾的时候 因为你写的一种孤苦无一嘛 对不对 对那是我来台湾第一个没有家人在身边的新年 然后我写下了这一首和除夕聊天 除夕舵不走近 我背对她低头 我能跟她聊些什么 脚下陌生的土地 还是羽绒以外陌生的温度 蒲公英离家的第一个春节 落在很远的乡愁 乡愁是最远的天空 幸福好时光 刚刚失念了一半 我们继续除夕 台北每个角落都是回家的人 台北有个人成为角落 你看 那你读了大概就可以知道 这一首诗就是在写 他离乡刚刚来的一个心情 你在6月8号有一个新书分享会 蔡老师又这个免费的来了 他就是个好人啊 这次不是免费的 对一定要给一些车马费的最基本 是 好那蔡奇华老师跟我也有合作两个课程 就有时候我每次在这个会考前 我都忘了做任何的宣传 但其实你读了他的东西就算考试会考 你真的会考作文分数不拿白不拿吧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逻辑 就是开挂 就开挂只要400字嘛是不是 就要拿到比如说作文八成的分数应该是简单的 为什么怎么大家都有三成是零分呢 其实你都会说啊 有的人咳咳咳咳咳咳咳 你知道那个我在讲台语 一只嘴一只嘴 叫他写作文 他怎么两句写不出来 我说这不可能 这怎么有可能呢 对不对 其实你平常写的 用你的嘴巴写的 其实你只要稍微把它检查一下 谁都会 蔡奇华没有办法教你变成天才 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他会教你至少在作文课拿到八成分数 大家愿意看你的东西 不会觉得说你咳咳咳 我觉得拿八成分数已经是蔡奇华老师最基本 他教的同学都是拿文学讲的 超级厉害 那个是顶尖的啦 总是有人只要八成分数 其实没想到拿到零分 各位真的说真的家里的小孩不会写 那作文是世界上最难教的东西 但他愿意教他真的是苦海菩萨 我是绝对不愿意教 因为我能跟你说你写的 我的妈呀怎么写到我无从教 可是一个老师不会这样 所以我不是好老师 哎呦乱赞美你 我也做不到啊 对不对 免得你真的觉得说 谁说我已经写的很好了 而且真的看作文 每一篇都要需要时间的还这么大量 需要花的时间更多 有的你如果像那个 我觉得国文老师真的好难做 那个朱砂玉批啊 你每天的量一定会比前雍正皇帝批的大 结果雍正皇帝到最后 我是把自己弄到过劳死了 对吧 是 好那么总算把这本书就出来了 其实我觉得你的一个比较厉害之处是 你为了你的梦想 你会懂得舍弃 还有你会学习 而且你不太怕 没什么好怕的 负债就扛吧 就这样 对啊有时我自己就是好的时候 我还会有那种破釜承受的心态 所以才会拿两万块就来台湾闯 我觉得这样子会让自己更加的 必须要杀出一条邪路的感觉 那你那个除戏已经写得这么悲苦了 怎么没有想要达到回复呢 有没有哪一阵子就说 我要回到那个比较 我出身来就是比较每天都是太阳的天气 我不要待在这种湿冷的天空下 因为当演员有时候拍完一部戏 最糟的叫做马上接一部戏 还有后来不知道有哪部戏可以拍 这两者最糟 我拍的时候最煎熬了 然后淡如姐真的是讲到我内心最深处的一个地方 因为那时候拍公共电视的生死阶线源 那是我在台湾第一部公示的女主角 然后她是讲器官捐赠的 那好在是这部戏播出了 整个台湾的弃捐率上升了430多% 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 我自己拍到内出血进医院 然后我还不知道该不该跟我的父母说 因为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的手术 那她也是一个很临时的 因为内出血的量 你是拍到怎么样会内出血啊 因为我拍个哭戏 然后我就是要哭倒在男主角的胸膛上 可是因为男主角是在加护病房里面 然后她病床不是有那个床栏吗 所以等于说我的子宫一直去撞到那个床栏 然后我自己浑然不知 因为我完全在情绪里面 哭得太大力了吧 对又哭得很大力 然后又去撞那个床栏 因为后来我是怎么发现 我是看剧照发现的 因为那个内出血的位置 就是那个床栏在我腹部的位置 我后来才发现 原来是因为这样成内出血啊 对然后那时候我爸知道我手术的时候 他就真的哭口婆心的说了一句说 女儿啊 其实不一定要当演员啊 你回来吧 就是他 我记得他那时候的语气是有点类似说 为什么一定要当演员呢 然后我觉得像淡如姐也有分享过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小孩更加去思考这件事情 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去想说 我有没有一定非要当演员不可 就是就算身体都这么残破不堪 然后可能生活也没有过得很好 我还要坚持下去吗 那是我来台湾动摇最大的一次 为什么没回去 就觉得说自己选的路嘛 跪着要把它走完 但其实也是真的是有热爱这件事情啦 因为像淡如姐今天有分享过说 你做擅长的事情跟喜欢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演戏对我来说我喜欢 然后同时我也觉得好像还算擅长 那我是不是该坚持撑过一些可能没有戏疫情时候 我就去做自己的个人品牌热谷查 文芳诗宝然后去写书我觉得总是可以坚持下去的 你的样子也很适合去大陆演仙侠剧啊 我就是一直很想要演仙侠剧跟古长剧 因为最近看太多了 我真的也很喜欢看 然后我自己也去过三生三四十里桃花的拍摄现场去拍戏 在象山影视城这样 然后我也一直在幻想说不定就是看到淡如姐 我这个梦想又可以成真 我跟他们没有任何交集 我只是一个看戏的人 可是淡如姐之前就是说我能出书我就出了 所以淡如姐说我能演仙侠剧我可能之后就接到了 好你就当我是一个金口好了 是没错 好我们来念一下这个老狐狸 然后这个念完之后也送你一首歌啦 刚刚我们的刘倩文选了是洛沙舟 至于他6月8号我怕等下时间不够 新书分享会在哪里 在成品南西 在台北中山站的成品然后五楼 时间大家去查一下 老狐狸我还蛮欣赏这一首的 破旧脚踏车和名贵跑车 都布满现实灰尘 踩在垃圾堆上的城市 找寻一文不值的价值观 玻璃人性划破梦想 恨随着血红的爱渗透 用反光玻璃建造世界 就不用害怕脆弱 一不小心看到镜子里的自己 钻石光芒无法掩盖墨镜下的伤 黑胶唱片机悠悠播放着过去 未来风景一格格枯萎 我摇晃威视纪杯里沉重的呼吸 在某个节日打破演出的雅兴 四血的容器让尊严碎一地 就用礼物纸包裹伤口和想你的心 当你离开这栋房 我的心变成凶宅 当雨失去伞 就没有撑伞之人 好 这就是刘倩文的诗 那你也可以去她6月8号的新书分享会 她是一个值得你去注意的演员 她也有她自己的天空 我相信她的天空是不被局限 你看她现在在台湾也做起生意来了 谢谢丹如姐跟您学习 看很多您的书 好 那么就请大家去接受一下新的资讯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